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规律 适量 全程 按照这个原则把整个的药吃到吃够疗程之后才谈得上评价治愈没治愈 在这个基础之上再看看患者临床症状消失没有 包括全身的症状和局部的症状 再就是呢 我们的影像学 胸部CT 胸片 我们看看患者的病变有没有稳定 长时间不变 病造的边缘是清晰的 可以有小维化 概化 这种表现 这是影像学之余的一个表现 再就是从痰液上讲 患者没有痰了 或者是说查痰结合菌 无论是图片 还是培养 用什么样的办法都找不到结合菌 这个 我们就